面对盗贼头领的入伙请求 卡克毫不犹豫地代替波吉拒绝 波吉也默认了卡克的决定 但盗贼首领依然没有放弃 他的真实目的是让波吉在未来成为自己的部下 因此紧紧地跟着波吉卡克 并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名字叫欧亚布 对于欧亚布的穷追不舍 卡克感到有些厌烦 他一边吐槽欧亚布在波吉面前伪装出的样子 一边告诉波吉不要大意 不一会儿三人便跑到了城门口 此时欧亚布突然将手中的剑远远丢出城外 等到波吉回头后瞬间变了一副面孔 一边嚎哭抽气 一边弯下腰仿佛一个疯掉的流浪汉 就这样避开了城防士兵的巡视 离开城门后 波吉和卡克再次感叹起了欧亚布的伪装能力 也加强了对他的警惕 再来说说利基这边 窥逃的利基在心里埋怨着破坏了其计划的波吉 就在他回忆起波吉王冠的时候 三名格斯兰国的士兵尸体出现在了眼前 利基迅速冲了过去抱起尸体 这三具尸体和之前的面具人一样 都是和利基一起统甘共苦的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 面具人似乎是个女性 利基悲痛的回忆着死去的伙伴们 并注意到了尸体附近的马蹄印 从而推测出杀死他们的真凶 格斯兰军统帅 并决定为伙伴们复仇 而此时的格斯兰军统帅正卑躬屈膝地跪在一位神面前 神的名字叫扎基 他是格斯兰王最重视的克青 长着一对熊猫眼 能使用被称为最强魔法的祭祀魔法 杀人如吹灯拔蜡般简单 因此众神都臣服于他 其中就包括消灭和莫国的光头 和被欧肯所杀的屁股下巴神 此时的扎基正百无聊赖 因此想要对格斯兰士兵使用死亡魔法打发时间 听闻此言的格斯兰军统帅 迅速抓来了附近居住的一家人 让他们代替士兵 供扎基消遣 于是扎基伸出了长有林天的手 先后指向了女人和孩子 二人瞬间毙命 见妻女被杀的男人愤怒地冲向扎基 想要复仇 结果被格斯兰军统帅处死 自此扎基终于打发了自己的无聊 其手上和脸上的鳞片 也随着不再使用的魔法而消失 侍奉好扎基后不一会儿 格斯兰军统帅又恢复了长官气场 他则骂起了回应的利基 利基则卑微地跪在地上 头死死地贴着地面 虽说之前他下定决心要杀死统帅 但统帅深深烙印在其心底的恐惧 动手他只能边磕头边道歉 哭诉自己被博斯国的王族少年波及 破坏了计划 还说自己以后会拼死效力 而格斯兰军统帅虽然承认 利基是个忠诚纪令有利用价值的人 但说到底也只是个奴隶 现在没有留他一命的必要 在利基的再三求饶下 格斯兰军统帅终于决定先放他一马 等攻下库亚国再决定怎么惩罚 而此时的利基却心情复杂 他一边回想着死去的奴隶朋友们 一边鄙视着刚刚祈求活命的自己 暂时放过利基后 格斯兰军统帅在大军前宣布准备 对库亚国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 国王排名协会使者也来到了营中 看到他的扎机瞬间激动的 全身露出了鳞片 正在兴这里 正在兴趣的厌炙在这儿 正在兴趣的厌炙并 帮助 正在兴趣的厌炙并 脑 伶 穩